大家好 我是王峰 来自于阿里云 在阿里的花名是莫问 目前我在阿里云负责开源大数据平台团队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阿里巴巴的开源大数据之路 阿里巴巴其实这几年的发展 一直离不开开源技术的支持 阿里也是一个开源社区合作 最为紧密的中国公司之一 阿里巴巴目前不仅是开放原子基金会创始成员 那也受邀了 也是成为了像阿帕奇 Linux CNCF Eclipse等十多个国内外基金会的成员 目前也在积极地贡献开源 拥抱开源 那从2010年开始 其实阿里的开源开放类的项目 已经累积超过了2600多个 覆盖了全战技术领域 包括像芯片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键 云原生 大数据 AI 前端技术等 全球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多万的开发者 为我们点亮了Github Star 有超过3万名开发者参与到我们阿里的 开源项目的社区贡献 目前国内已经超过80%的互联合公司 社区中大数据项目中最活跃的项目 那目前有超过将近四分之一的 这个Commitor 这个AlphaGi Flink的Commitor 是由阿里巴巴培养出来的 阿里巴巴也在积极地推进 这个Flink社区的这个发展 那在2019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就成立了开源技术委员会 那由这个阿里云智能计算平台事业部总经理 贾文青 来担任我们这个阿里开源技术委员会的 这个总负责人 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开源呢 其实已经正式成为了这个 升级成为了阿里巴巴技术 这个核心战略的一部分 那面向未来呢 阿里将重点的 其实聚焦在基础软件的这个开源上面 例如今年的2021年 我们将阿里进行两个非常核心的 这个数据库技术 像Oceanbase和Poladev for PG 这两个核心的数据库进行了一个开源 那相信未来 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项目 都会走在这个开源的道路之上 那提到这个开源 其实呢 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个 这个大数据这个技术 因为大数据技术 不仅是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核心的一个技术体系 同时也是阿里巴巴在开源的 这个战略路线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那整体来说 阿里巴巴的开源的 这个大数据的 这个走了这个路线和阶段 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 那我把它分为 这个其实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这个2009年开始 这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阶段的起点 那在2015年 这个是我们认为第一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 我们重点其实是 这个围绕着哈杜普 各建阿里巴巴的第一代 这个开源大数据平台的这个道路 那在这第二个阶段 我们认为从2015年开始 因为在2015年开始 我们大数据技术 其实是从哈杜普来开始 像SPA 跟Flink等等 这种实时化技术的一个转型 希望通过这种高时效性的计算 来解决这种大数据计算的问题 同时 这也是云计算 开始这个逐渐兴起的一个阶段 那很多大数据跟云计算的结合 也是这个阶段的一个主旋律 我们开始使用了上云的这个战略 这个我们认为从2015年到目前为止 就是2021年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 其实我们已经新的 已经刚刚开启新的阶段 我们其实会后面 我觉得会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云源生的 一个大数据的阶段 当大数据跟云做深度的集成之后 当各种各样的计算 都通过这个云的 云的这个弹性能力 或者计算力去释放之后 那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阶段 包括有很多新的开源大数据的技术 也在公布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今天我的主题也会 按照从这三个历程 开始去讲解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 开源大数据的发展的一个经历 那其实我们现在 可以现在开始讲 我们的这个第一代 这个第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 开源大数据的这个发展 其实就是跟Hadoop的发展 是一致的 那我们第一代 这个开源大数据平台 是围绕着Hadoop来建设 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阿里巴巴的第一代 开源大数据平台 叫做云梯 那这个其实是从一个 云梯这个项目 是从2009年正式的 启动的 那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在淘宝的很多的 或者是当时是电商体系下 有很多业务方 他们都已经开始了 去使用了Hadoop 使用开源的Hadoop 去做数据分析 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整个集团 就把所有的业务方 各种Hadoop集团 进行了一次汇总和汇聚 我们建立了我们的 集团统一的Hadoop集团 最早的这批Hadoop 其实只有200台 其实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规模 那是业界也是第一批 采用大规模Hadoop集群 来解决大规模生产问题的公司 那到了2010年 我们第一次去打造了 Hadoop上千台这个规模 其实在这个阶段 应该是业界也是非常 当时非常领先的Hadoop集群 在2011年 完成了整个Oracle的数据分析 向Hadoop分析的转型 接着是Hadoop这个架构 新2.0架构的上限等等 包括到201314 我们也实现了 其实业界比较早期的 这个跨纪群的方案 其实有些东西也是借鉴着 社区的一些理念 再加上我们根据实际 业务的需求 其实在内部 其实做了很多创新的一些 基于开源技术 做了很多创新的一些几个方案 这是其实我们第一代云梯的 这个发展 还是在阿里 在当时这个阶段 对整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大数据业务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我们很快呢 我们想进入的 讲到就是进入到 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开源大数据 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的发展 我们其实是围绕着 这个大数据 从规模化 向实时化的一个转型 以及从这个自建机房 向这个云上的 这个提供服务 从内部这个服务 向云上提供服务 开始做一个转换 其实大家也知道 阿里巴巴其实不仅有 这个开源的这个体系 积极拥抱开源 其实阿里巴巴也有很多 这个自己自研的 这个大数据技术体系了 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 因为现在我们从 这个整体的战略上 是自研跟开源 两条战略 双轨发展的 这个一个发展模式 两边都会有很大的投入 那其实从2014年 或者15年开始 我们这个基于第一代云梯 这个Hadoop的 这个技术的积累 并没有停止在 阿里的发展 而是其实 更多的像云上的一个 云上的一个发展 因为整个中小企业 其实外部的中小企业 除了阿里巴巴内部以后 它对这个开源大数据 技术的需求 其实还是 非常的旺盛的 也是有很多 这个中小企业 他们希望 也使用到这个 开源大数据的 这个 这个开源大数据的能力 然后基于开源大数据 去解决自己 也有问题 但是整个大数据技术 其实无论是开源的 还是自研的 其实它都有 这个 对计算能力 其实是计算算力 是有很大的诉求 也就是说 对计算的集群 那等等 它是有一些前提要求的 而很多很多中小企业 其实它很难有自己的 这个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建设自己的 这个Hadoop集群 建自己的机房等等 所以呢 它其实是 想让大数据 开源大数据的推广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而但是云计算 其实天然 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云计算天然 它就是提供这种 大规模弹性计算能力 可以让用户按需 使用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 当这个大数据 跟云计算 结合起来以后 其实我们在云上 可以提供这种 开源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给这种中小企业 然后中小企业 可以非常 非常一个 很基础的中小企业 可能它不需要自建机群 自己有很多专业的 这个大数据的 维护的一些人才 把这个大数据的场景 运转起来 所以我们在云上 推出了 这个我们的 E-MapReduce 云上的Hadoop大数据平台 经过了 从2016年开始 这个第一次上线 经过了五年的发展 其实现在已经得到了 这个云上客户 非常多的这个使用 从早期的 离线的Hadoop的计算 到我们实时的 这种交互式的计算 基于消息对立 包括Flink 卡夫卡 Spark等等 这些技术不断的 演进和发展 我们在云上推出了 非常多的这个 开源的组件 那包括到最近这两年 随着数据壶的兴起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 数据壶的解决方案 在云上为整个中小企业 提供一套完善的 体系化的这个 开源大数据的 一个解决方案 那其实我们整个这个云上 开源大数据的这个 YARMAR这个平台 其实也分在两个阶段了 那在第一阶段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总结为 其实是一个经典的 Hadoop存算一体架构 这个比较类似于 把线下的或者IDC 通过这个Hadoop体系 搬到云上给云户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云上 把整个Hadoop体系 部署到这个云主机上面 就通过这个云的资源的弹性 来解决这个 或者是便利性 来解决这个快速的 用户搭建起云上的 这个开源大数平台 但是这个平台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 天然的这个架构的 一种切旋和不足 首先这个是一个 计算存储一体化的架构 就是YARM HDFS和Spark Fling这些计算引擎 都部署到一个集群里 计算和存储是一体化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计算跟存储的需求 其实并不是 这个资源的需求 并非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很难去灵活的 去做集群的这种规划 包括机器也是有状态的 很难去灵活的 做弹性的扩缩容 整个机器的规划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同时我们的运维负担 会比较重 因为用户需要自己去运维 这个HDFS这些复杂的系统 像HDFS是所有数据的 存储的中心 它的这个对 这个运维要求还是很高的 无论它的HA方案 还是它的Federation方案 都需要专业的运维团队 并不是每家中小企业 都可以去运维的 包括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大的 一旦出了故障 数据可能就会出现 面临很大的风险 包括它的坏盘率也是很高的 这个其实对用户来说 非常大的一个运维负担 其次它的存储成本 其实会偏高 因为整个这个存储容量 预估是很难的 磁盘的利用率 想保持一个 始终是个高利用率 并且有很好的弹性 这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包括传统的HDFS 也没有冷热分层的这种能力 所以没有办法做这种高效的 存储的这个空间的利用 那其实很快我们其实是进入到了这个2.0时代 2.0时代其实是说我们认为是说这个云上的这个开源的海夺的架构 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级 首先它是一个存算分离的架构 第二是我们引入了更多数据壶的这个体系 来解决这个云上开源大数据的一些问题 这种存算分离的架构是将这个好像我们的计算引擎 像Spark、Flink、Hive等等和我们的这个存储系统进行了一个结偶 我们这个计算是运行在专门的计算的机器上 这些机器是无状态的 它可以根据用户的这个业务需求进行弹性的这个快速的弹性扩梭 保证一个更高的利用率 同时我们将数据存储在我们云上的这个云原生的对象存储上 利用对象存储的这种廉价的特性 或者大规模弹性的效果去解决用户数据存储的问题 因为OSS或者像亚马逊的S3等等 这些对象存储其实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云原生的 它们是免运维的 而且是后台保证的高可用 同时是可以弹性使用按量付费 总成本总TCO是会偏低 同时它们有这种冷热分层这种能力 智能化的这种数据分层能力 可以让你整个数据的存储那样的高效 这种存算分离的架构其实是更灵活更容易规划 同时是我们在这个存算分离上面 也引入了这种新一代的数据湖的存储格式 像像阿帕奇的Hoodie 阿帕奇的Iceberg 还有像DataBriggs推出的Delta Lake等等 这些新一代的湖仓一体的架构 可以是加速整个现代数据湖架构的发展 但是存算一体呢 它也有它的一个不足之处 就是计算的存储分离之后 它带来的这种带宽的消耗 或者是性能的损耗 因此所以说像开源社区里 也有很多做这种加速 文件访问加速 原数据访问加速的这种开源项目 像JuiceFS 像Electro等这些 新的技术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同时保证了整个数据的试图 是保证了HDFS的完整的兼容性 而实现一个完全基于开源生态的 这个数据湖构解决方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这个 在阿里的这个开源的大数据的体系中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比较完全基于开源化的 这个云上的数据湖构解决方案 像我们的传统来说 我们的数据都会存在于 像数据库的binlog这种 或者说我们的用户的在线日志 在线服务日志这种 包括IoT的信息流这种 我们都可以通过卡不卡进行收集汇聚 通过flink做实时的入湖 那进入到湖中以后 我们可以去用Spark或者Prestle 做这种数据湖的分析等等 然后呢我们整个对接到 可以用阿里云的这个OSS的 这个对象存储 当然我相信在其他公司和其他的云厂商都有类似的对象存储的架构 然后中间通过这种存储加速 这种存储加速的云分布收益系统 来进行这种HDFS的兼容和加速 实现一套完整的这个开源的数据湖的解决方案 那刚才我们讲了 其实在我们第二个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云上 大数据跟云结合的这些趋势 然后我们在云上也推出了 我们的去开源的这个 大数据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那此外呢 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上 我们看到 我们依然会发生了一个 一个演进 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个 阿里巴巴的内部的业务 包括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业务场景下 看到这个转型其实是在 14年15年 其实就开始了这个 这个这个发生 首先我们这个阿里的这个双十一 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技术挑战 像比如说我们双十一当天的这种 实时交易的统计信息 对吧 像我们对外直播的这个GMA交易大屏的 这种更新呢 都是秒记更新 像我们的实时个性化 淘宝的这个天猫的这种推荐 那包括现在在很多像 其实现在比如新闻的推荐 视频的推荐 这些都是实时化 根据用户的点击 用户的行为 不停的这个迭代的去给用户 一个感兴趣的话题等等 这些都是要经过实时的 大数据的处理 分析才能去做到 包括我们其实上升到更大的一个层面 影响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城市交通轨道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城市的轨道中 我们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摄像头 然后就像IoT的信息的采集 视频信息的采集等等 交通路况的采集 后台要经过大量的计算 实时化的计算 去分析整个我们的城市的运行 去指导我们的轨道交通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是 是我们看到的 大数据实时化的一个趋势的 一个具体的体现 那阿里巴巴其实从 15年左右 其实就开始去考虑 如何去选行 做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实时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核心引擎技术 那我们其实依然是 当时在15年的时候 其实是我带领团队 在做选行的时候 依然是坚定了这个 基于开源路线进行选择 进行选择新一代的这个 大数据计算 那我们其实是当时选择了 阿帕奇的Flink 作为我们未来 5到10年的一个战略布局 或者是一个技术布局 那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将Flink呢 经过这个我们的优化和完善 在阿里内部进行了 首次的上限 那也支撑了这个阿里基团 最核心的这个搜索推荐广告业务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在第二年像17年时候 我们将来推广到 整个阿里巴巴全集团 支持整个阿里集团的 这个实时的业务链路 包括我们双11的 这种各种媒体大屏 都秒级更新 非常成功的 在阿里里进行了落地 那之后我们像18年开始 整个在云上输出 我们基于Flink的 这个实时计算的这个服务 赴能更多中小企业 让更多中小企业 能够去体验到 这个开源的阿帕奇Flink 能够为他们带来的 这种数据实时化的效果 那阿里巴巴其实从19年开始 其实我们是认为 这个对开源技术的 投入也在加强 我们认为 我们也希望有更大的 投入更大的力量 支持这个阿帕奇Flink 社区的发展 所以就全资收购了 这个Flink的这个创始公司 当时叫Data Addison 后来我们更名为Varica 这次阿里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人才 跟这个开源Flink 社区的人才 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 也得到一个会师 阿里巴巴也投入了 更多的力量 在这个开源阿帕奇Flink社区 推动了Flink社区 目前其实在中国 尤其在中国的这个场景下 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目前其实这个阿帕奇Flink 已经在这个我们的努力下 也在整个这个应用场景下 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 一个实时计算的 一个事实上的标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阿帕奇Flink呢 其实它在阿里巴巴集团 其实是发挥的 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了 那我们经过这个 最近这个五六年的这个发展 其实已经将阿里巴巴 所有的这个数据的 数据分析这个链路 完全的实现了这个秒级 实时化的这个效果 无论是我们的数据中台 我们的搜索推荐广告 我们的在线机器学习 这个场景 我们的电商交易 我们的物流系统 我们的交通监测 我们的安全风控等等 这些非常核心的场景 整个数据链路端到端 实现了实时化 我们通过这个Flink这个技术 串通了整个实时化链路 目前我们的这个 基于开源的这个技术体系 我们的实时计算平台 基于Flink的实时计算平台 已经运行在数百万核的 这个CPU之上 在阿里巴巴内部 有数万个这种实时的 这个计算服务 来支撑了这个 全集团的这个业务的发展 那此外我们其实在 287 Flink上的这个投入 也是越来越加大 那因为Flink 其实是一款流皮一体的 这个融合计算引擎 实时化的融合计算引擎 所以呢我们也 这个除了在这个 全链路实时化上 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在其实在很多 在这个流皮一体的技术创新上 也得到了一个 在阿里巴巴内部 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验证 实现了这个 这个阿里计算的 实时离线一体化的 这个融合计算的场景 因为像阿里这个双11 618这种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营销 营销活动呢 天猫的这种营销活动的 分析大评 它会对这种实时和 离线一体化 有非常强的业务诉求的 我们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 需要高度的一致 需要能让这个 去帮助业务人员 去分析同比还比 做出业务决策 所以呢 它需要用一套引擎 去做这种离线和实时报表 这种分析 达到数据口径的一致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我们也在福定格社区 推出了流皮一体的 这个unified SQL 通过这个一套SQL 就可以处理实时的数据 也可以处理这种历史数据 同而结合我们的这个实时输仓 去实现这种 实时离线一体化的效果 并且在618双11等场景上 我们其实非常好的效果 并且把这些能力 其实都完全又回馈到了 这个阿卡基福定格 这个开源社区中 其实现在业界 已经有更多的这种公司 在尝试这个基于福定格 做流皮一体的 这种大数据分析的创新 那包括我们基于福定格 卡夫卡 包括我们的Clearhouse 这种开源的技术组件 其实也实现了 这个全链路的实时输仓的 这种解决方案 并在阿里云上 提供给这个中小企业 这些实时输仓的 这个云产品的服务 让这个更多的中小企业 能够享受到这种 开源技术快速发展的红利 接着讲一下 这是阿帕基福定格社区的 一个发展 因为整个阿帕基福定格社区 是阿里巴巴 这个非常 这个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在背后的去支持 去推动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 这个研发人员 其实都是在 为这个社区去 这个贡献 去提交代码 然后推动了 这个版本的发布 那可以看到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这个阿帕基 在福定格 阿帕基社区中 Flink成为一个越来越快 发展的一个大数据的 一个引擎 在去年的 这个FR2020的 这个财年报告中 阿帕基这个财年报告中 我们看到 Flink的用户和 开发者的 一件列表 都是排名第一的 然后在这个 GitHub的这个仓库中 提交次数和 网站的浏览量 都是排名第二 所以整个综合看下来 在这些几个 开源的大数据的 这个项目中 还是名列前茅 整个这个 contributor的贡献 也是在持续增加 同时我们 这个Flink 在中国的发展 也是异常的 这个活跃了 所以我们其实 在整个 就是通过 这个阿帕基 Flink的PMC 这个委员会 也建立了 这个在微信公众账号上 建立了 Flink的官微 就是我们 Flink中文社区的 微信号 自从这个 19年建立以后 到现在经过 两年的发展 我们已经积累了 超过4万名 这个活跃的 开发者来 订阅我们的 这个公众号 我们在上面会 每周都会发布 这种我们的 技术文章 或者各个公司的 这种开源的实践 等等 其实对整个 开源社区的 这个发展 还是起到了 非常大的 一个推动作用 那除了像这个 我们在像 Hatupa Spark Flink 卡夫卡 等这些 阿帕基开源的 顶级项目中 阿里巴巴做出 很多的贡献 包括也有 很多的应用场景 来反推 这个社区的 发展之外 我们自己 其实也开源了 我们自己的 一些大数据的项目 比如说 这个是一款代表 就是我们叫Mars 这款代表 就是我们的分布式 Python的一个 科学计算的 一个项目 我们通过 这个 这个并行计算 能力 其实是可以 加速这个 Python的应用 因为Python有很多 这个科学计算的库 尤其是在AI场景下 在数据科学场景下 是用户非常受欢迎的 因此我们将 这个通过一些 并行计算的能力 将这个Python的一些库 实现了这个 这个 丰富它的计算能力 实现了像分布式的 Nunpy 分布式的这个Pandas 等等 分布式的这个 机器学习 Cycline 并基于这些能力 可以去兼容 我们的像 Tensflow Pytosch等 深度学习 这些集成框架 整个项目 我们也是完全放在了 这个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放在了Github上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 自己开源的项目 那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阿里高的 开源大数据 其实已经进入到 一个新的阶段 也是我们面前 未来的阶段 我们进入到一个 云元胜的时代 因为整个这个 随着这个云的 不断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云上的计算力 弹性 便利性 其实是可以加速 这个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当开源技术 和云结合在一起 其实是可以 这个推动各种 这个数据 中小企业的数据 数字化转型上的 一个发展 那在这个 今年 就是我们 其实也是非常重视 这个开源大数据的 一个发展 一个战略 所以整个 我们这个阿里集团 包括其实就落地的 阿里云这边 我们也把前面 我们讲到了 这个Yarma Hadoop Spark Flink 等等这些开源的 大数据的技术团队 进行了一个融合 和会师 成立了我们 整个阿里集团 统一的开源大数据团队 也建立了我们 统一的阿里云的 开源大数据平台 这也是第一次阿里巴巴 将所有这个开源大数据的 团队汇聚到一起 成立一个统一的 大的部门 来发展我们的 这个开源大数据 这也展示出阿里巴巴 在整个开源大数据 战略上的一个决心 那目前我们的团队 已经朝着200人 去发展 我们的整个力量 也在不断地增强 我们在云上 其实也发布了 我们的很多 基于开源的 这个产品体系 像我们的 这个E-MacReduce 会继续地发展 我们的这个围绕Flink 做的这个serverless的 这个企业级的 这个Flink的服务 我们其实也引入了 这个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引入了业界 像Spark Hadoop Kavka 包括Prestle 等背后的 这个商业化公司 来将这种开源的产品 在阿里云上 进行这种联合的发布 那我们目前 这个开源大数据团队 已经是一个统一的 这个阿里云的 开源大数据团队了 比如说所有 我们做开源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 其实就会变得 非常的强大 那目前我们整个团队 已经有超过30名的 阿发奇顶级项目的 Committer和PMC Member 包括还有4名的 这个ASF的Member 我们整个团队 对超过10个 阿发奇顶级项目 进行了这个 非常活跃的贡献 也是这个希望 整个团队 花了很多精力 时间 去推动整个 阿发奇开源大数据的 这几个项目的发展 那这也是我们 这个团队 目前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目标 不仅是 去围绕 开源大数据 知识业务 做这个云产品 同时我们还是 很常一个 OKR的目标 就是推动 这些开源大数据 社区的发展 那最后就是我们 其实整个开源大数据团队 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相信 今年我们 整个这个阿里集团 统一了 开源大数据团队之后 那希望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一定会坚持 这个开源的这个战略 我们会相信 这个开源的力量 相信这个阿发奇的 这个阿发奇 会的这些精神 我们希望在更多的 这个更长远的方向 去发展去布局 那我们也认为 整个这个大数据团队 的未来会朝着 三个方向去发展 一个是说实时化 一个是智能化 一个是原生化 那我们看 首先我们会认为 数据朝着实时化的 方向演进 这是一个已经 其实是已经落地了 一个事情 不论是数仓的实时化 还是数据 不是实时化 还是实时离线一体化 等方面都在 这个已经发生之中 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 其实都已经在落地 不论是我们 比如像Flink和Spark 都已经在做流皮一体的 这种技术 加速数据的进展 包括数据 胡言引入了 这种新的存储格式 支持实时更新能力 等等 那第二点 是我们的这个 数据智能化 这一趟 那智能化这一趟 其实我们整个 数仓的全链路 无论是从这个 上层的这个数据 计算引擎的 这种智能的优化 还是我们存储的 这种智能化的分层 还是整个数据的调度 等等 参数的调优 智能化的诊断等等 其实全链路都在 每个环节都在 这个 这个加入了 智能化的这种支持 通过这种智能化 甚至AI的技术 去提升大数据 整个链路的效率 这是我们认为 未来非常有前景 或者非常有空间的 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这个 这个开源技术团队 也会在这方面 去进行完善 那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 云的这个结合 就我们说 云原生化这个东西 因为苏着 Kubernetes 这个生态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容器化 越来越成为 一个行业的标准 一个布局 那大数据 跟很多这种服务的 混入 或者也继续容器化的 部署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包括基于 Serveless的这种 云上的架构 其实能够让 这个更加普惠用户 让更多用户 其实是无需关注 底层应用 底层设施 而去快速的使用 这种 开源大数据的这种 服务 包括基于这个业务上 能够完全的 这个弹性伸缩 在云上弹性伸缩 提升更多的 业务效率等等 这是我们 一些我们 未来的规划了 其实就是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 这个开源大数据的 这个 在阿里巴巴的发展历程 其实还是 已经有12年的历程了 基本上 经历了一个 一轮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坚持 这个开源技术的 这个发展 然后呢 开源技术的战略 在开源上 继续加大投入 然后呢 然后建立一个 更强大的开源团队 开源技术团队 然后呢 为开源社区 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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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